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3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疫苗通行證而似出了事項 在AM730有篇報導想和各位分享 接種紀錄無故消失 據了解仍在跟進當中 可能是越來越多市民遇到這個情況 究竟情形是怎樣?這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相亦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節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導有關疫苗通行證 接種紀錄無故消失 安心出行藍馬變紅馬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疫苗通行證第二階段在上星期六 4月30日開始實施 18歲或以上的市民要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才可以進入食肆堂食 超市健身室等等 以及美容院等表列處所 獲醫學豁免證明書是除外 不過AM730接獲打齊兩針 甚至已經打了三針的市民投訴 指近日使用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 進入表列處所的時間 應用程式竟然由藍馬變成紅馬 代表未有儲存接種紀錄 但檢查後發現有關的紀錄完毫無缺 即使再三嘗試 也重複出現紅馬 使市民進入處所時逃真不變 智科辦表示將會推出更新版解決問題 現時已經打齊兩針的市民 將接種紀錄加入安心出行後 在進入例如食肆、商場等疫苗通行證 表列處所的時間 完成素描表列處所的二維碼過後 應用程式會顯示一個藍色的二維碼 簡稱藍馬 即是代表已經接種疫苗或豁免接種疫苗 至於沒有將針卡加入安心出行 在上述情況就會顯示一個紅色的二維碼 簡稱紅馬 代表未有儲存接種紀錄 市民需要出示紙本或電子針卡紀錄 以供主動或被動查核 據了解無故出現藍轉紅問題的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不論是iOS iPhone 或者Android 非iPhone的一些智能手機用家都曾遇見這個問題 而且即使已經更新到最新版本 仍然出現有關問題 已經打齊三針的市民 陳小姐 是化名 就向AM730表示 近日如常使用安心出行進入食肆堂食的時間 應用程式突然顯示出一個紅色的二維碼 而非往日所顯示的藍色二維碼 這個突如其來的藍轉紅 令陳小姐感到相當彷徨和尷尬 他就說 職員見無法掃到我的針卡 當然不讓我進去坐下堂食 叫我要不就外賣走 要不就出事 紙本針卡給他掃 正常人日怎會隨身帶著正本到處走 陳小姐就說由於紅色的二維碼上方 寫著未有儲存接種紀錄的字眼 他當下以為自己是不小心刪除了接種紀錄 才會出現接種紀錄憑空消失的一幕 但他其後發現 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主頁右下角的 電子針卡一欄當中 他的三針復必泰疫苗接種紀錄 就可以正常顯示 於是 陳小姐決定第二天 吃午飯的時間再試一次 但安心出行仍然顯示一個紅色的二維碼 他只好出事 在電子針卡一欄裏面的二維碼 供食市職員掃描過後入內堂食 遇到類似情況的人 包括黃先生 也是發名 他近日進入商場的時間 安心出行突然出現紅色二維碼 即使他重新掃描商場的二維碼 甚至是再安裝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並將針卡加入應用程式 不過紅色的二維碼一直出現 黃先生就說 一直試了近十次 藍馬才能夠重新出現 他就說 有什麼理由重新裝過 入針卡 都可以一時得 一時不得 肯定是程式有問題 即是程式有問題 他就說 身邊有老人家 亦遇到同類問題 形容 他們實在站在 哪會搞那麼多 希望當局 盡快 退出更新 解決無故出現 紅色二維碼的問題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喬指出 日前 他和太太外出吃飯的時間 太太也曾經遇過同類的情況 方寶喬推測 可能是涉及個別手機的型號 當時 手機剩餘的記憶體不足等等的原因 所以 在掃描二維碼過後 未能即時自動讀取 以及展示已經儲存的電子針卡 繼而錯誤展示未有儲存接種紀錄的紅色二維碼 他就說 這個程式出錯 要等政府那邊推新的更新版本才能搞得好 建議如果涉及記憶體不足的問題 安心出行其實 可以只載入若干個月內 最後一針紀錄 或者康復證明 如果不是 將來打第六、第七、第八針 記憶體是會更加不足 資科辦回應AM730查詢時表示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近期推出新版本 運作大致暢順 就著有個別市民遇到新版本的一些特殊情況下 程式間歇性會出現未能展示 是正常二維碼的問題 資科辦已經分析有關異常情況和優化程式 並安排在各個程式商店上架 以及在今個禮拜內推出更新版本來解決問題 資科辦強調 市民如果在掃描場地二維碼時間 遇到相關情況 可以嘗試再掃一次場地二維碼 或者直接按電子針卡的圖標 展示二維碼工場所掃描就可以了 市民進入表列處所的權利 並不會受到影響 一口氣和各位網友說過這一則來自AM730的重要訊息 說有機會越來越多市民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你的安心出行竟然由藍色的二維碼變成紅色的二維碼 而紅色的二維碼代表你入不了那個地方 加因你的程式未有儲存疫苗記錄 不過很多市民就頭都大了 明明已經加入了那個疫苗記錄 為何突然變成紅色的呢 據了解資科辦就說 今個禮拜內就會推出新版本 又有些電子程式東西幫手更新 希望能夠堵塞相關的漏洞 但礦案真的相當擔憂 因為不只是新聞內受訪的市民 他們也很精靈 平時用慣電腦 有不知多少老人家或者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藍色二維碼變成紅色的二維碼 若是如此老人家真的站在那 這裡問問各位老友記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遇過同類的情況 或者你的朋友曾經遇過近期 安心出行或者疫苗通行證 是藍色二維碼變成紅色二維碼 簡單來說入不了 不妨劉過言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另邊相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牛池灣的花貓 鑽網納爬冷氣機頂後走失 主人和救護人員在登山急沉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牛池灣有貓貓走失 今早8時半 消防署接獲男子報案 指他自養的花貓 被困在永定道2號威豪花園 一個低層單位外的冷氣機頂 警方消防外協人員接報到場 消防以城網研究 成功將花貓捕獲 不過花貓受驚並不斷掙扎 最終由城網逃脫 更跳到地面 往後山方向逃 主人十分擔心 揹著貓袋 攜同另一隻貓 與救護人員 外協覆策一同登山找貓 據指暫時未有發現 行動仍然持續 據貓主旨 失蹤的花貓叫肥野 只有半歲大 神經病 他就說家裡有切貓網 但今早肥野成功 捐出窗外面 從威豪花園2樓 御所 跳到樓下的冷氣機頂 一度危坐曬太陽 各位牛池灣的網友幫幫忙 有位主人不見了 貓叫肥野 捐出窗 離開了甚至乎 去了後山方向 若然各位牛池灣的老友記 早上神運 或逃經上旨的時間 見到有這隻貓 不妨報料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狂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 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尤其是每一宗新聞背後 都在感受這個城市的溫度 我們會繼續 緊守崗位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篇繼續聊天 拜拜 好